我們剛剛中文字型解決的 現在來看一下就是它內建的一些圖褲 那麼跟PowerPoint一樣 其實微軟有內建它也有 那您可以進到這邊來 右手邊來 剛剛這個我就先收起來 OK 您看一下圖片 基本的圖形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就不用介紹太多 反正您看就知道 只是它也有分門別類 幫大家整理好 那您往下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 幾個有的像這個 另外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這都是它內建的圖褲 我們先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圖片的部分 它有幫我們做好一些分門別類 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找 所以你要哪一個呢 你就把那個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這個 向亮的 所以放大縮小 是不時針 就OK 這是一個 好 第二個 您看一下 下面往下往下到這裡 這個呢 就是微軟沒有的 它把這個稱作角色 角色 那麼角色的部分呢 它有分成三種格式 一種就是大家 平常很常看到Flash 再來是PNG跟GIM 那麼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個 PNG現在在網路上行不行 不行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假設 你做了這個簡報 但是你想要發布到網路上用的 很抱歉 你在單機上看它是動畫 放到網路上之後 它只留第一張 它就不會變動了 好 這是要留意一下的 第二個 PNG本身 因為它普遍格式 本身就沒有動畫 所以你用的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裡面 通通都是靜態的 那麼巨幅呢 可以有動態的 所以目前 如果假設 你是要放到網路上的 你只能找這種 在單機上都沒問題 但是發布到網路上 就會有一些限制 發布到網路上 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Flash角色 那角色跟 一般PowerPoint裡面 最大不同在什麼 因為一般PowerPoint裡面 一個就一個 可是它既然叫角色 所以你點進去 一個角色裡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有沒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你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那它下面還有一些 這個就Pro的 我們就先不管它 比如說你看 這個點進來 有沒有它就是一個動畫 對不對 那因為Flash也是向亮的 所以放大縮小是不失真 對不對 這樣就有一個動畫就出來了 好 這個是它的優點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叫做角色 那如果你是找 剛剛我們提到的PNG 那它就沒有動畫囉 所以你點進去 認一個 點進來 它裡面呢 也有不同的動作 可是呢 就是靜態的圖片 有 進來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好 這樣就一個 那如果是剛剛這個GIF的 這裡面就是會動的 好 這些就是會動的 好 比如說點這個 有 這裡 點進來 有沒有也是會動的 當然因為GIF圖片本身格式的關係 所以 它的顏色比較沒那麼豐富 它最多只有256種顏色 好 最多256種 所以你可以 單機上預覽都沒有問題 有沒有 這個都是動的 可是你看我真的把它放大 你應該知道差別在哪裡了吧 因為呢 向亮 就是向亮 點震在這邊 它 雖然會到這種軟體 它還是點震 所以你放大就會有這種情形 小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長大才會出問題 有沒有 哈哈 開玩笑 就是像這樣子 那麼你再往下走 這個地方 特殊浮誇這個還好啦 那還有另外一個 它就直接叫Flesh了 也就是說它除了這些 所謂的角色 它裡面有 不同的動作以外 那單一張圖片的 它其實也有 像這個你把它點一下 丟進來 有有有 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就是 因為它只有這個 可是因為它是Flesh 所以它也是動畫 這樣你了解了 這個是它內建的圖庫 內建的圖庫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你可以自由的去使用它 好 這樣了解了 只有這個簡單說明一下 你應該就比較清楚 最主要是你要知道它類別差在哪裡 還有發布之後 尤其你要放到網頁上 你要注意它有什麼限制 好嗎 對 你 看到 我們 找到